记者苏方和台北报道,年底选战持续加温,民进党将从28日开始启动全台湾第一波造势活动,总统兼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将赴各县市授旗试施,首场活动从新竹县开始,辅选列车正式启动。 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致辞实表示,从明天开始至每个县市授旗,鼓舞士气,主要的诉求就是向民众报告民进党执政两年多来的成果。 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,选对会召集人陈明文,民进党发言人吴思瑶今天召开改革挺台湾。 2018后选人授旗试施大会启动记者会根据民进党规划,蔡英文28日将赴新竹县,这是第一场授旗试施活动,29日赴嘉义县,嘉义市,云林县,8月3日在台北市,4日赴宜兰县与新北市,5日台南市与高雄市,11日南投县,张化县,台中市,25日赴澎湖县, 26日赴台东县与花莲县,另外,新竹市,苗栗县,基隆市,屏东县,桃园市陆续规划中,媒体发现,8月15日那个周末并未安排授旗活动。 由于先前传出蔡总统将出访巴拉圭,媒体询问,是否因为蔡总统将出访巴拉圭,而未安排服选行程。 洪耀福校主范问媒体你怎么这么聪明呢?洪耀福指出,民进党从明天开始,全台湾走透透,到美线市授旗,授旗是孤舞支持者的士气,全台走透透,传达改革理念,宣示改革行动,这是今年选战最重要的棋手势,要把对于台湾改革的想法,向支持者报告。 洪耀福说,授旗是让基层干部知道,要开始让基层动起来,民进党接下来会陆续推出辅选作为,一直到年底会一波波推出选举策略。 陈明文指出,要让人民了解,民进党绿色执政,品质保重不适口号,2018年的辅选列车从明天开始启动,一直到年底11月24日投票当天,要让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都能够顺利当选。 媒体询问,年底这场选举,败选胜选的标准,洪耀福说,民进党在每个选区努力,现在离投票日还早,不必针对胜选败选定义,每个县市都是为要赢的地方,认真争取人民支持,现阶段不必谈要胜几席,赢几席,才算是胜利。 吴思瑶指出,每场授旗是十大会活动都会邀请党内重量级人士参与,例如28日的新竹县就邀请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,在新竹经营很久的潜力为张学顺等人说明执政成果,29日嘉义县,是授旗,陈明文会一起参与。 此外,因嘉义与云林都市农业大县,民进党级农委会主委林聪贤也会亲临说明农业改革具体政策说明,不过活动进行间也出现小插曲,记者会最后,规划由洪耀福与陈明文两人负责在台湾地图上贴上试试贴纸,不过在贴嘉义是贴纸时未年劳,贴纸就这样掉了下来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